宗教界为了加强防疫 包括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天主教台北总主教公署 慈济基金会还有法谷山等宗教团体 都遵守指挥中心要求 宣布暂停室内集会 卓西堂区天主堂的神父表示说 目前为止 线上弥撒礼拜已经进行快一个月了 刚开始不太习惯 也发生很多有趣的状况 虽然暂停相聚弥撒 不过信仰不停 改成线上的接受度也变高了 电脑PPT手机等工具架设好 准备好一切就绪 开始这周的线上弥撒 疫情升温宗教界为了加强防疫 包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天主教台北总主教公署 慈济基金会以及法谷山等宗教团体 都遵守指挥中心要求 宣布暂停室内集会 在主日天我们也只能用线上的 因为符合政府所给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约定 所以我们也训练我们的教友 因为刚开始不太习惯 慢慢慢慢的我们也克服了很多 但外在改变 但内心里面完全没有失去 它虔诚的意义在 反而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训练所有的教友们 当然我们希望 我们所有的教友们都能够一切平安 佐西堂居天主堂神父表示 目前为止线上弥撒礼拜已经快要一个月 刚开始很不习惯 也有发生一很有趣的事情 虽然暂停相聚弥撒 但是信仰不停 改成线上的接收度也很高 我们也期盼在外的朋友们 虽然在节日或放假日都没有办法回来 但是我们也 他们也很感动 因为没有人放弃他们 可以在线上 我们说以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民众需要遵守外出全程戴口罩 禁止室内5人或是室外10人以上社交聚会 以及避免不必要移动等9大防疫指引 直到6月28号 逐日礼拜或是各项聚会暂停 或者是改成线上直播 大家一起来防疫 记者高双双 卓西乡采访报道